观察员们轮流模仿动物亮相 和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系 像像像 有点有点的意思 像我这种举行的蛇呀 也不怎么好看 模仿出来 也不怎么扭得动了 伴蛇 传统武术的魅力风采 让在座观察员都为之折服 不仅是拳脚功夫了得 兵器也样样精通 今天的舞台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功夫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华陵螳螂拳 星火相传 平凡世界 非凡人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南卫视 大型励志故事分享栏目 了不起的你 我是主持人黄凡 赵丽 节目的开场 先介绍我们的超级观察团的老师 今天我给大家带礼物了 因人份礼物 大家看看这个上面都有图片 每个人根据你们拿到的图片上的 这种动物的形态来模仿一下 先看 你也太好模仿了吧 对 这个蛇那么模仿我想问 可以的 从我这来吧 从我这来 然后顺序来 行 猴 猴啊 你这还是俩猴 是个傻猴 行 傻猴还行 好 第二位 来吧 你这我最期待了 那行 戴老师给我解为 戴老鹰 老鹰 哎呦 哎 有点那样 哎 像不像那个少林寺的那个那个 图鹰那个那个那个罢人那坏蛋 少林寺那个坏蛋 那个那个坏蛋 所以那也是秃童了 对对对对 鸭子 为什么鸭子呢 鸭子 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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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声音拟了 或者他这鸭子只剩嘴硬了 你得模拟整个鸭子的形态 我觉得鸭子刮的是一张嘴 好 上下下下 有点有点 那我来个 你来你来 蛇 他扭啊 我来模仿和蛇经病吧 你不模仿你就是啊 给你抽个拳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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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蛇吗 像我这种体型的蛇 也不怎么好看 摸放出来了 也不怎么扭得动了 网蛇 它这都变异了 是蜥蜴 科目多巨蜥这是 到你了 它潦草的一条蛇 来 最后 螳螂 螳螂 这个太容易了吧 这个 这个 这才好弄 我们经常电视里就看到那个 来 走起 你们家螳螂长这样吗 偷 偷 偷澡的 你没看电视里演的螳螂拳吗 有点像 它能动会儿两下吗 我觉得不像 它手得往前 太 对 攻击之前是这样的 它要攻击之前收的 它是骨鸡呢 骨鸡呢 我觉得这样像 主要赵哥的腿特别像 孔雀 他主要是瘦 他也最像我给你讲 节目一开场 主持人就让观察员模仿五种动物 是有何用意呢 是否有哪种动物 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有关呢 让我们一同欣赏一下嘉宾的开场表演吧 好 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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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变了 谢谢 这个太容易猜 最后一个那个 其实还蛮像的刚才你做那个 对 对对对 就是他那个螳螂嘛 有点尖周炎 有点伸不出去了 大家都很聪明 猜不然是螳螂拳 对 来 请我们的嘉宾先给我们正式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深圳市 博文区 沙井 华林螳螂拳 新营长 嘉宾所展示的螳螂拳形成于明末清初 是我国著名的传统武术流派之一 也是象形拳的一种 主要分为北派和南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沙井华林螳螂拳 由华林派祖师李坤山传授至沙井 成为南传祖师 而今天的嘉宾 显润掌 是北派南传的华林螳螂拳第三代传承人 今年五十九岁 从小随父习武 今天他会为我们带来 华林螳螂拳怎样的独特风采呢 能不能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华林派螳螂拳 它有什么说法 有什么历史故事传承 华林螳螂拳 是北强 南强 北拳 南拳 南拳 七一山东卢山 全一深圳寺 保温区 沙井 那这个华林派螳螂拳 它作为一种拳术 它有什么特点呢 有哪些代表性的招数 还是有什么特色 它主要是有新冠 上之下之 上之下之 融为 上之下之 融为八级壁球 行 楼 送 推 进 推 引 打 来 这个我要给大家念一下 对 你得念了 它叫八字诀 叫闪 扭 送 推 进 推 引 打 这个能不能给 师傅 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可以啊 每个动作的这个要力 咱们一个一个来 有时候就说一个动作呢 就有几个技术里面啊 嗯嗯 大伙方说这样的话 这是闪啊 这是闪 闪 这不用翻译了 人 人就是人正确啊 嗯嗯 送就是 我来给你送一下 没事的啊 大伙方说 他来一一一一一一枪打过来 我是接的时候 没事的 没事的 接 很紧张 这叫送 送你 我知道了 把你揽过来 啪就给你送出去 是是 他比如说我一个动作的话 你已经是很多很多脊椎里面了 嗯 大伙方就这样说的话 行 老 送 叫公 公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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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了啊 有相有义 不成妙义 吉相吉异 乃之神异的华林螳螂拳 是以北派 龙 蛇 虎 豹 鸭 鹤 狮 象 马 猴 标等动物形态 演变而来 其主要特征是 即手眼身法部 精神气力功为一体 荣为显师傅在现场展示的八字秘诀 那么在出拳发力时 有什么要决呢 现在很多的螳螂拳呢 它确实有用这个爪为主啊 爪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们就看这个螳螂 螳螂这个壁先抽了啊 对对对 这堂螳螂拳呢 现在很多呢 都没有发挥这个功能 功能 其实这位华人派 华人派里面 很多这个叫牵 牵击手 打比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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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抢打过来 就这样牵 把这很小时候 直接去找回去 牵 就牵 就牵 一牵一打 利用到这一部分 就很小中度 这个部分 现在 就我们就很多 这个部分 很多相信 根据螳螂壁 显粗壮的特点 华林螳螂拳 也将其融入武功 今天显师傅 也将为我们展示 传统套路 螳螂蹦步 好帅啊 好帅啊 谢谢这个螳螂拳步 很多好像很多 我看很多 我们拍都差不多一样 但是手法 就是这个线路都差不多 但是手法有点不一样 嗯嗯嗯嗯嗯 除此以外的传统套路 还有九点马 翻车拳 六角式 十字拳等 其中还有一种养生功 名为八段井 现场的观察员 将跟随显师傅 一同学习 感受华林螳螂拳的魅力 你零力远点 两手攀足 不胜腰啊 我们体气 夫气 看老师看老师 看老师看老师 推 上 我们就 并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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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头 慢慢下慢慢下 往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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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啊 好 好硬哦 好 慢慢上 这个这个腰椎最好了 每天每天 旌旗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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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 都可以了 好 好 来这个 对我们想学个点套路 招牌 对 学个姿势嘛 这个等等了 我们唐上手是这样讲 扭一讲 扣下来 这每一个红 每一个手几分 都有一样的 好 我们不是这样的 是我们是讲 是这样的 是这样扣 好 眼睛瞧着眼睛 嗯 你看着老师那只手对 往下点再往下点 你再往下来点 嗯 哈哈 哎 这个手 这个手是这样 哎 这个拇指领接着领 哎领接这边啊 啊 那是什么 他手剪刃糖了 太多了 手剪刃糖了 他们抽筋了 哈哈哈 还行 你是不是姓吴 你要说我二王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哎我觉得这应该那个谁 赵克去学一学 对 因为他这个购物垃圾 特别像那个我 我跟你说 哎你别看这个 简简单单一个动作 累呀 我要往这一站呀 哎呀 活螳螂 哈哈哈 这个是螳螂 抱歉就是这样的 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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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好简单 哈哈哈哈 哈哈 做媳妇 一扣 他像大马猴那样 嗯 脚再往前伸一点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同学 我臭了 哈哈哈 对 挺好 挺好老师说挺好 挺好 挺好 我今天晚上回家 我进门 我洗手锅开门 我就给来着 哈哈哈 唐王本人 这是我今天学的啊 你老婆 你老婆给你个十八路弹退 感谢感谢感谢 唯一的差别啊 师傅做这个动作 是准备攻击的那个状态 对 他做那个动作 是准备要撤退逃跑啊 对 这个我们初步地感受了一下啊 螳螂拳的这个魅力或者特色 那当然这个有关螳螂拳 肯定还有很多故事 这样显 师傅咱们坐下来慢慢聊聊 您和您的螳螂拳的传承 好不好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几岁开始学权的 我是有五岁可以学的 五岁就学了 五岁就学了 是自己主动想学的 还是被老爸逼着学的 小时候呀 不是说 不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 看见看见 看见西松门就练 自己就练一下了啊 今次头一练的时候 就很累了 自己就好像是 真的是被被被捕的 被弄得整得很惨 不是说讲得很惨嘛 有时候都很多动作都很辛苦的 他就是怎么来要求你 开始正式练舞的 开始练功的时候呢 就父亲呢 是一个传统教育的嘛 他教育都很严的 平时这个银行轨迹的话 他都很严格的 特别是在练舞的时候 他也是很严的 我最记得有一个就是练度 这个单度里面 有一个叫落地金钱 有香风堂里面 有一个叫捆唐发 就地上打滚 你不下筒的话呢 这一不小心就磨破皮了 那我去自己就偷懒 偷懒呢 就像小孩嘛 就不将心嘛 不将心的 给父亲见到的话 就又发过50片 一亲一片的手 哎呦 这叫真的 真的很浮的 弦润长的父亲 弦应灯 是华陵螳螂拳祖师 李坤山的首途大弟子 弦应灯拜师学义后 回到深圳沙井 开设了武馆 将华陵螳螂拳发扬光大 弦应灯培育了一批国际 集全国武术冠军 华陵派弹螂拳也传至香港 南美洲 北美洲等地区 而显润长 从五岁起 就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 刻苦练武 时刻感受着父亲 对于武学精神的言传身教 那一直就是你一个人 跟着父亲学 还是说父亲也收别的徒弟 有别的徒弟 还有我们的兄弟 我们家里面都过人 全家都得学 全家都练的 男孩女孩都要学吗 男孩女孩都学的 不是传男不传女吗 不是 他们全部都练的 还有很多头弟的 那师傅 对您来说也是老爸 让你们练拳的时候 有没有说一些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教你们学这些 你们学武术的目的是什么 来 明天上学就不怕挨打了 在学校可以横着走了 全身晋体 这个是很定的 防身也是很定的 但这个也是传统文化嘛 不全身的话 都会输墙 就是这样 师傅会教吗 这些做人的道理 或者学你说的武德 这些也会讲 是 也会 对 对 这些附身就很传统的 要教教学很严 嗯嗯嗯嗯 它这个严除了体现的 比如教你们练功 特别严厉之外 嗯 还有哪些它会教给你们 还有做人啊 礼貌啊 这些都很 都很严的 做人的 传统的这些 说话啦 行言诡诡诡诡 都很严 啊 首先也是 不是说首先 就同时在教你们 学武术的时候 也同时教你们做人 做人啊 是 有没有切磋武艺的 对啊 互相之间 就是说我的武功厉害 还是你的武功厉害 大家切磋一下 就挺笑的笑的 有 挺笑的笑的 但我们都很西文的 就不会是反脸这样啊 很多会截至 点到为止 很多同学 同学来修蓝拳的 来修蓝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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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但我们就不会反脸 就同学嘛 就是运动员的同学都有 进行都有 那你们同学 有没有出去建议我围过 没有 这都很愧疾的 哦 这都很愧疾啊 在贤富的 尊尊教导下 显润掌在幼年学武后 就考入了当地体校 毕业后的显润掌 励志一生效力于 华林螳螂拳的 发扬工作 2015年他应邀 到美国波士顿大学体育馆 传授华林派螂拳 就中学期间 都去美国教学的时候呢 这个体位就很新的 我刚才看到这个 卫国人 他学功夫 他们很业心的 很同意的 但是我就叫 美国波士顿大学 他们学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很开心 我自己也很开心 当我回到酒店里面的时候 就慢慢想一下 我说 既然他们这么认真的 我们这边好像小心灭织 我反过来 下一阵会不会跟他们说了 他身体有点难过 同年5月12日 显润掌被命名为 深圳市保安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华林螳螂拳的代表性传承人 而曾经赴美教学的感慨 也让显润掌下定决心 要将华林螳螂拳 在自己的国家更好的传承下去 今天现场也来了 他的三位入室弟子 他们将为我们展示精彩的拳法队练 好赞 哇 哇 很好看 我发现人多的表演很好看 这样的阵势 您是否感到震撼 这一切可都不是花拳绣腿 真打实练的精彩表演即将开始 观察员们轮流模仿动物亮相 和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系 笑笑笑 有点有点有点 像我这种体型的蛇呀 也不怎么好看 模仿出来 也不怎么扭得动了 绑蛇 传统武术的魅力风采 让在座观察员都为之折服 好赞 哇 不仅是拳脚功夫了得 兵器也样样精通 今天的舞台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功夫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华陵螳螂拳 星火相传 火相传 好 Webb 好 going 真打呀 他脸上的肉都在飞 是真恋爱的 两个螳螂 今天下来我还有一个 叫他表演这个棍树 当年是中国最早的教学 正效应 正体验 可能现在很多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都会的 现在都慢慢思想了 我觉得试试里面 很多很多都练得不好的 它还是少了两个月吧 我想就是我们当年 就加走贵书是快点脱落来的 好 走 速风大闹天宫 我都听了他那个棍子 楼蜂的声音 很厉害 来 三位请站到舞台中间 咱们了解 好 这样 我们先请三位 简单地介绍一下 刚才你们表演的这个 它属于我们华林派 这个螳螂拳中间的 哪一个部分 我跟我这个师弟 对练这个套路呢 就是我跟师父 选师父 这个华林 这个对练对打的一个训练 平常都是练个 可以挣钱基本功的一种训练 比如可以练那个 手的硬度啊 反应度啊 跟你的协调性 所以说这个对练师父每天 都要我们坚持去练的 嗯嗯 我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像你们刚才打的这种套路 是说一招一式都是 都之前说好的对不对 那当然了 不然不打脸上了 那是不是您这边 只要不按套路出牌 你再就是另外一边给他一拳 他就得被打到 他首先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对练呢 练熟练了之后 在很大程度上 能提高你的反应程度 就是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 就是按套路来 慢慢的之后 我们会变化的 嗯 就是说你出其不意 他也能防住你 对 哦 这就厉害了 对 这是 我还以为攻防两端 都是有套路的 原来还可以变 这样就很实战了 这样的话我就生气了 你为什么不按套路来 哈哈哈哈 我妈说了一遍 所以是经常变化的 反应就快了 对 说好了 说好了 先防左边 然后他打了右边 我又防右边 他打了左边 那这样的话就尴尬了 比如我们弹蓝吃手 不一定只是打 右 左 下 这样子 有时候左右下 下左右 下右 左都是随便变更 哦 我明白了 就是大的招式的趋势 是固定的 但是其实细节 他们是随着 自己打的这个感觉去改变的 所以这就不是花拳绣腿吗 是吧 就很实战啊 他们通过基本套路呢 是能够更多地体会 这个拳术的精髓 真正掌握以后 就可以更多自己的发挥了 哦 这所谓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嗯 都学了几个月刚才说了 对 学了几个月 刚刚学几个月 对啊 就这么好啊 对啊 说说学了多长时间了 我是五月多 接近六月来的 然后六月正式开始学了 半年时间 那你就是说才半年时间啊 对 是的 很短啊 那你们都多大啊 有15岁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没有20岁了 应该20岁有 应该是20上下 20 20 但是你看起来很小 那中间这个诗歌20 20 什么题 20 20 30 啊 30 啊 啊 20 那这不像长得很年轻 对 你看练武让我年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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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 我身边这位是吧 有啊 十几 我也四十 也20 但是年就是月份 比他要稍微小一点 对 比他小一点 还可以两个还别演一段 习记拳吧 再表演一段 习记拳吧 两个 四字拳 十字拳 是你们两位表演是吧 我和他 这个好看 哇 是跳舞似的 好 自个打自个了 变成十字 B 中间为 好 真好 好 真好 好 真好 很难学习就是两个 才学了半年的年轻人 我觉得师父是挺满意的 你看师父满脸堆笑 师父应该挺满意的 对 两人都还在 没有被打得遍地鳞伤 但是爬不起来 我们平常练也有受伤 我们的手都会经常有仪亲 亲一块子一块的 之前上几天 我跟我这个师弟对练的时候 因为他 他也打鱼亲了 我也鱼亲了 所以说我们两个练的时候有点偷懒 但是我师父呢 比较眼尖 他一下子能看出来了 就被挨批了一顿 所以说我们都不能偷懒 所以说我受益匪浅 是 其实真的是练物也是练人 练心性 练毅力 练这种忍耐力 练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说我从中也体会了很多东西 这种武学精神 你对武术的理解和体会是什么 虽然学的时间还不长 武术的体会就是 它就是多量一个人的意志 而且就是练久了之后 很自然就有一种正义感 当然要跟一个好的师父 就像我们选师父 对 他经常培养我们一种正直 诚实 不怕苦 不怕累的一种精神 我们再来请这位小师父来介绍一下 你看刚才这打这个棍 简单的套路啊 很累的 你会用得练一些不同的一些 叫什么 套路和拳法 是吧 是有的 因为师父会根据你个人的 因材实教 而去决定教育你的那个武术 对 就是我师父八宝箱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适合哪个 我就让你终于学哪个 是 是 是 那在给他们去做这个分类的时候 您是怎么考虑的 结合他们的特点 去结合他们的特点 跟先天性跟后天情绪啊 这个就很主要 根据身材 像赵克去想都不会想 肯定螳螂拳 对对对 活螳螂嘛 活螳螂 那有没有可能师父啊 我们找到一个弟子 很全能 就你所有的这个功夫 这个华林派螳螂拳的所有功夫 他全都能学 都能学好 变成您的这个第一传承人 我现在很努力去找 就是想找到这样的人 是 就会全情下去了 难吗 真的很难 是吗 真的很难 那你像刚刚他俩 你看练的套路也挺好 你让他们学个棍 我觉得也可以啊 他们刚刚现在 新鲜牙齐时候 这个时间下去很短啊 还 还不是说 还没有说 就要了解到他这方面的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您觉得如果有机会 能够选到这样 或者练成您全部的功夫的话 大概要学多少年 这个看他们自己的接受能力吧 接受能力吧 您当年用了多少年 把父亲的所有的学学 全学会了 我现在很多的 我当印度女的时候 也学得很扎啊 什么都说啊 但我现在就看了这个过程 其实也稍微嘛 学得多的时候 会创出很多来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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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风格来的 这个问题也挺刁钻的 因为其实各行各业能找到一个 在本行业里面各个门类都通的人 这太难了 就是相声啊 音乐啊 我们表演都是这样的 也是 太难了 对 都是擅长于某种风格 对 不能说某个风格 你都可以每一个都可以全是 那太难了 2017年5月23日 显润掌成立了自己的传承基地 华林螂拳传承中心 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显润掌把弘扬中华国粹 传承本土文化 制定为华林螳螂拳传承中心的责任和义务 该传承中心 内设华林派大学堂和华林派博物馆 华林派大学堂主要用于武术教学 以及武术展示 华林派博物馆 则陈列着华林派兵器 祖师雕像 以及各种史实资料等 让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 去了解华林派武学等历史与文化 目前显润掌师傅 已有入室弟子数十人 开展了多个工艺培训班 学员多达数百人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个不动 一出来就刚刚好了是吧 贤师傅的儿子浅俊熙自然义不容辞地成为了接班人 从小跟随父亲习武 那他的心中 父亲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两个人的话 平时虽然话比较少 不善于表达 但是我觉得一到 讨论武术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是比较 就是感想挺多的 然后呢都是挺滔滔不绝的 说了很多 尽管父子俩平日里沟通不多 但是一说到武学 父子俩却总是滔滔不绝 这一切都源于 华林武术的无穷魅力 在显师傅的教学班里 年纪最小的学员仅五岁 很好 点下来 嗯 很好 嗯 OK 嗯 先练多一点 看到没有 看前面 表情的出力 结理就会发 看到没有 一 好 好 四 五 好 七 八 今天几岁了 五岁 你喜欢唐狼权吗 喜欢 你什么喜欢 是因为我喜欢中国 唐狼武术 是一位师傅 重心教我忙 而年纪最大的 以年近古希 显润掌 将华林唐狼权 变成人人都可以练习的功夫 他也会根据不同人的特质 英才师教 今天在现场 我们感受到了显师傅和其弟子 所展示的华林武术的魅力 那么他心中对于唐狼权 又有着怎样的期望呢 观察员们轮流模仿动物亮相 和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系 像像像 有点有点 像我这种 起形的蛇呀 也不怎么好看 模仿出来 也不怎么扭得动了 伴蛇 传统武术的魅力风采 让在座观察员都为之折服 不仅是拳脚功夫了得 兵器也样样精通 今天的舞台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功夫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华林唐狼权 星火相传 欣赏完显师傅三位弟子 作为代表 给我们展示了 这个华林派唐狼权的魅力 我想再请教显师傅最后一个问题 您现在身上肩负着传承 这个权术 这个武术的这样的一个重任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和想法 未来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有的 现在就是还是走进这个教权 教学 本身玩了唐狼权 就美国这边就很复的 就我们就想跟他这边沟通 就两个这鬼 收鬼这个教权 就要一起推广出去 就为下一队就好好强情 这很棒 因为你看过那个美国它有一部动画片叫功夫熊猫嘛 它里面那个唐狼权的那个小唐狼其实是 就是做了调查是最喜欢的一个人物 也就是中华武术最让美国人觉得特别好看的那个就是唐狼权 所以您身上的担子也很重 这个徒弟们身上的这个责任也挺大 因为不能靠您一个人去表演 这个是 去教 更多的人喜欢 更多的人再去影响身边的人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那么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可以看到更多 包括华林唐狼权 包括更多的中华的武术 能够在更多的地方来去获得展示 谢谢 也能够让世界人民更多的能够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再代表我们的观众朋友 包括我们的观察员老师 能不能邀请贤老师 贤师傅给我们现场来一段精彩的 这个华林唐狼权的器械功夫的表演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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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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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段表演啊 叫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我呢就属于外行 我就瞧着这个刀就挺沉的 而且每一件 这个师傅的姿势都很扎实 但是这里面具体有什么门道 有什么说法吗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新的这个刀法都是传统教室 传统教室 传统教室 这个刀法呢都是南北 带到接下起来 跟我后来自己创新 都是创下去的 您也会有一些创新 在传统的这个招式之外 本身是我爷爷他们呢 就是说这个南派的 南派后来我八行 就跟了主持李冯山说了 南北带到 跟我自己再截下去来 唱一些动作下去 是这样的 这个人是属于大兵器 反正在我看来重兵器 能不能再选一样 我们有点得寸进尺 再选一样 比他相对来说 轻小一些的 简单一些 然后有不同风格的器械 在欣赏贤老师最后一段表演之前呢 我也特别感谢贤老师 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舞室的魅力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就把舞台留给贤老师 欣赏他精彩的 华林螳螂拳的亲切的表演 也感谢电影间所有观众的收看 了不起的你 我们下期再见 来 舞台留给贤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显润掌从小习武 全部离身 使武术为生命 把传承 华林螳螂拳 作为自己的使命 正因为 有像显润掌这样 把传播中华武学 使为己任的习武之人 中华武学文化 才能血脉不断 兴火相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